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昨天潘提纲拿出一大堆资料 在过去时间里 应该十年前 他每年大概投资两千多万美金 他说是两千多万美金 他有一个特别的小组 专门研究有关飞碟问题 那有关飞碟问题不是现在能够说到 在多少年前 我们知道在五几年 六几年 上个世纪五几年 六几年的时候 就触及到这样的问题 包括电视 包括电视联系剧 X档案 就是直接讲的外来星球的这样的生命的概念 那这一次是作为美国政府 首次正式承认 直接面对 投入了大笔的资金 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他大概在几年前 有两架飞机从这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18F教室嘛 那两架飞机 两个驾驶员 同时见到这个飞碟在他们前面的状况 而且他们在实际情况录下来 那这是他首次放出来 作为美国政府首次拿出来 他们观测到飞碟 花了钱 请了人来进行研究有关飞碟的问题 那外星人的问题呢 基本我看包括今天叫CBS ABC的电视新闻里都在报这个消息 因为这东西如果作为美国政府首次承认 正式承认的话 他就编 他就是牵扯到 人正式承认在人之外 有着更智慧的星球 有着更智慧的生命 他们生活在哪里 如何面对 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就牵扯到人的世界观会整个改变 因为原来一直是这么讲 很多人也见过 但是呢 在现实的人的生活环境中 你不被这样的所谓权威人士认可的话 或者说权威机构 机构就像美国政府 如果不被这样正式认可的话 他永远好像缺少了一种 在实证科学的背景之下缺少一种认证 缺少了一种确定 那我以为这是相声相克道理 就是人的以为的某些观念和某些做法 自然限制了人们对真正周围生活的生命当中的认识 自然限制 这是显然意见的 至于说 有没有外星 有没有高过人的 或者说跟人类似的这种生物的存在 那我自己的 原来很朴素的概念 我说 你看看天上这么多星星 对吧 人的本事 每个个体人的本事 连个蹦个高都蹦不起来 人为什么变得那么自私 站在自己的角度 自以为是的角度 认为这天地间只有你自己 所以小到一个人 大到一个社会 更大到整个地球上人生活的环境 当被实证科学完全统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是个问题 它的问题就在于自我 一切事情的出发都从自我的角度去抒发 而这个自我的基础 是在人的生命的一部分 人的身体的一面 所以自然人也就变成了 他缺失对自我的另外一面的 我们叫精神上的认识 可是人没有追求 所以只能 我个人只能说 这叫相生相克的道理的存在 所以人的道德 人的理念 人的生命的人性 跟人的利益 人的欲望 自然形成了一个对立体 那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在方方面面 蔡奇清除低端人口 里面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叫华勇 华勇实际是北漂的一个艺术家吧 只能叫北漂的一个艺术家 他是个画画 那华勇在有关蔡奇清除低端人口的时候 用他手里不知道是用的iPhone啊 还是用相机 应该是用iPhone 他技术了拍了几十个视频 借助社交媒体 把所有内容上传到社交网站上 所以就引起了风 这个反应非常大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后来抓他 结果抓他的行为 我个人解读成 你会看到这是类似周永康氏的做法 那这就成为了 特别是在推特上 在社交媒体上 成为了一个很重大的新闻 那今天应该是 这个华勇先是被抓 后是又被释放 被释放的理由呢 叫取保候审 在推特上 在不同的媒体中都有报道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看到推特上的照片 我们现在看到照片 华勇因为北京城驱管低端人口 用DV拍摄了很多历史镜头 遭到追捕 在两天前在天津被找到 在天津被找到 当时那个视频 他跟这个北京的警察周旋了很长时间 他标题就是他们来了 然后就拍摄当时的状况 全给记录下来 他适时的就给传到网上去 特别是这次主要是传到推特上 然后这里讲说 被华勇被抓之后 在推特上周末形成了很大的风波 所以比较出人意料的就是 大概昨天 华勇自己在推特 我看在推特上看到了 讲说他已经被 有机会被释放 大概是昨天下午的 大概有十渣 有个下午六点多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华勇进 飞到了成都应该是 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因为当时在他 天津的一个姓李的朋友家 躲身的时候 曾经拍了一段 助他女儿生日 那因为他认为自己可能被抓 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了 自由亚洲电台 被押48小时之后 华勇或保释抵达成都 与家人团聚 所以这个消息是被证实的 苹果日报讲 上周五 华勇是在天津一位姓李的朋友家 被北京公安警察拘押的 押回北京询问 在海外内外形成了强烈的这种反应 评论汹涌 当局不得不谨慎处理 那18号早晨获释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记录低端人口 华人艺术家先被抓 后IP 这篇文章写的稍微靠前一点 他拿出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看到华勇被取保候审 华勇曾经发布了几十条短视频 记述了当局 迫使大量低端人口离开北京 拆除大片居民区的过程 所以在这段视频 这是当时华勇 把自己头发剪了 胡子也刮了 就是变成 所有人没想到是个这么年轻的人 这是他在天津被抓前当时的视频的样子 在视频里 警方在外面喊话非常清晰 一个警察敲门说 我们是北京市局的 要求华勇开门一起聊聊 找你有事 都他妈心知肚明的 警察就是这么回事 他反映出这个制度下 跟大家讲 反映出这个制度下 无论他是谁 但是当他在对方面前 觉得拥有权利的时候 特别是拥有国家 国家概念的权利的时候 就是他是皇上 他就是皇上 华勇此时拖延警方 开门拒不开门 并以他们来了为题 把多个视频转到了推特 Facebook和这个YouTube上 他提到我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 我没做错什么 我只是拍摄了 报道了真实的情况 我没想到从北京跑到燕郊 燕郊呢是北京东边 通线再往东一点的一个镇 从燕郊跑到天津 还是被找到了 胡子刮了 头发剪了 依然没有逃脱 强权机制的无形大王 是 这个老百姓家里出个事 你看他警察根本找不着 当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状况的时候 你看警察你跑到哪 他都能抓着你 而警察是什么 其实警察就像你有 他一样是普通的人 但是当他警察背负着国家概念的时候 他就是权利的象征者 他立刻就变成不是人 这是这是共产党体制之下 人的自然改变 人的自然改变 那我以为 其实就像共产主义的中级目的里面讲的 当你依附中共的时候 你的身体本身 你生命的本身就被那邪恶东西附体了 你就不是人了 而因为低端人口 因为11月18号的火灾 一个月了 大清理依然在持续 北京高丽营取敌外地人幼儿园 千人受影响 顺一去 高丽营关闭了当地20多所幼儿园 一位家长对自由亚洲电台讲 大兴火灾和红黄蓝事件 12月6号 当局取定了当地20多个幼儿园 受影响的学前儿童 多达上千人 那在这些幼儿园上学的 大多是在北京从事快递行业职工的孩子 有些幼儿已经被送回乡 有些仍然有部分 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家中 学人照顾 所以这是一种 就是一种他在进行城市规划 大清洗 这是一种大清洗 这种清洗背后的目的 那恐怕只有发改委知道 北京市委知道 或者政治局知道 他真正的原因 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而这种做法本身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 他利用这种强权 他里头有着背后 威权政治的因素 威权政治的因素 在共产党的基础上 被人们自然就会看到 是中共的邪恶 生命本身的邪恶 就是生命关键的问题 就是善与恶 而人中总是讲对与错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表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